仅为之病,微生物检测究竟有多重要?王辉教授补充道,但是目前国内由于临床对于微生物检测的认知度较低,导致送减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。 在临床微生物上的资源投入,相对较低且严重不平衡,是我们临床微生物发展落后于生化和免疫检测的主要原因。 我们微生物从业人员需要聚力新业,加强临床各科室的沟通,争取各种资源提升微生物实验室水平,服务于临床,加强多学科协作,让更多患者受益于微生物检测,以提升软实力为突破口。 做中国微生物实验室发展这路上最靠谱合作伙伴,微生物检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包括从患者样本的采集,运送,处理到对样本中致病微生物定源体的分离,培养,检定,药米试验,然后才能出去准确的报告。 这个过程中,每一个步骤的,都关系到最后结果的准确性。 Jim Frantz-Lacros,教授在经验分享时告诉我们,在法国,我们除了会借助能对每一个步骤,都提供规范化技术支持的检验设备案,我们对整个流程的优化,以及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,也非常重视,因为,只有确保每个步骤的标准化与规范化,并顺利衔接起来。 并有合格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正确解读,才能得到一份准确的微生物检测报告。 王辉教授对此表示赞同,微生物实验室的自动化发展,绝不仅仅是依赖现金的技术设备就能解决的,而是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,同时全面发展。 软实力的重要性贯穿在包括标本分析前对标本采集,纵检过程在内的整个检测流程的规范化操作,和对检测报告具备专业的读取能力,以及与临床疾病专业的沟通这三大方面。 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不能简单到把自己定位为设备的操作员,而要成为微生物感染与临床医生的沟通桥梁。 中法论坛会议现场,美底癌大中华区总经理王浩峰先生说,美底癌作为抓住工与微生物领域,100年的法国公司,很高兴能够大跌中法两国微生物专家交流和分享的平台。 三方携手共推微生物实验室发展经验与资源的全球共享,未来,我们可以如既往的提供最先进的检测技术,协助微生物实验室的能力建设,为中国的微生物工作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与教育培训,为中国微生物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贡献,属于美底癌的力量。 美底癌大中华区总经理王浩峰先生,关于生物美底癌,生物美底癌公司创建于1963年,公司依赖自身的科技创新和工业生产资源,始终致力于研发作为医疗和工业用途的体办诊断产品。 生物美底癌的整份系统由试剂,仪器和软件组成,主要围绕传染病,工业为生物控制,心血粉病和肿瘤等四个战略领域来设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